好 又來到氣象時間了 因為受到西南氣流沉江的影響 其實呢 像是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依舊是出現高溫炎熱的一個情況 像是今天中午前後的時候呢 像是花蓮 台北以及新北市 天氣都蠻熱的 有望會出現三十六度的高溫 而且是橙色燈號 另外我們往南走 來到中南部地區 因為雲多下雨 所以高溫大概是在三十三度左右 也是一樣 蠻炎熱的 要一定要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至於呢 到底會不會下雨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因為新南風的影響 其實呢 你會發現到說呢 這四張的像雨量圖 都是可以看到說中南部地區 這個水啊 真的是很多耶 雨勢越來越大 而且特別是下半天的時刻 會出現大雨 特別要注意的事情是 南部地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會出現像是局部好雨 特別還有是雲林里南 澎湖 要注意雷急 以及長正風 以上就天氣資訊 提供給您 作為參考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